男生就一直有堅持吃吗 对一直堅持吃 我们一幕也是给到国家队 然后每天都会堅持吃 平时自己也吃 但是现在可能就长期继续了 在这种环境下 可能吃 可能对它做得比较方便 盘点中国足球 爆笑名场面 第二弹 擦杯 防不胜防啊 哈哈哈哈 Top6 好到门前这边铲球没有进了 Top5 左脚跳给周正 左脚再传 后点 啊 乌龙 太安静了 你说他听了一场 非礼拜金的比赛 对 这球 这球着急 能这样的位置呢 其实不好 这球就是他 Oh my God Top4 外援的配置也比较的齐倍 所以呢 方号还没有获得太好的机会 这个球中会出现了失误啊 这个球呢 其实韩国队 基本不是一个机会 根本不是任何机会 但是朱晨杰把球顶进了自家的球门 即使让韩国队队员拿到 应该也是个越位 但是呢 这个球很明显的后卫跟门匠之间 应该要形成呼应 朱晨杰的意思 他不是想往这个方向顶 不是这条线路 他肯定是想把球横着顶出进区 这个解围横着顶出进区 他连连都不要了 Top3 哦 这是一个战术角球 但是好像两个人并没有很好的魔法 这种战术 之前还真是几乎没看到 我觉得还是咱们的首创 充满智慧的中国人 你的娘娘真是个天才 Top2 定位球战术 看看踩达的全舰队能不能抓住机会 安德烈奇尿 脚球给到后脸的位置 看这次的打门 这球传得不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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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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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p1 冲击力真强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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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的呢 看看慢性头啊 扔 本轮中甲联赛 怎么会有这么个气 本赛季中甲联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